一長來自大西鄉桂丁川 國修五年近南東的胃 一年一句最小說明家裡的總統 說到家裡的只可阿嬤 替人保衫賺錢 但是阿嬤保衫只有四倍的貼處 嚴重流水 南東煩惱的人來 已經到嚴重 影響到生活 所以拿去容器 寫一長請求幫助的胃給川中 阿嬤也不會寫字祖母 那更不用說了 曾祖母年紀也八九十歲了 沒辦法 他就寫一封字數信 來給我 去年他那個小孩子的爸爸出車後 腳骨斷裂 在醫院療養了差不多半年 小孩子的祖母 有來跟我請求資源 就是說他這邊修改衣服的房子 鐵皮屋一直漏水 也沒辦法 睡覺也沒辦法再幫人修改衣服 加上身體又不好 希望能夠幫他修理這個房子 能不能請政府機關來幫他改善 船長也知道這讓家庭有多困惑 南東北部沒有在生活比照顧他 自一年就不斷跟船長請求幫忙 包括親親補助 善無助頂頂 在今年十月中 還收到南東的培 就不斷找各個生身單位來搭三天 他們 透過各種機嫌 連到雅琳鎮生師來賠償這天 並由台西溫暖秀站來募款11萬 作為搭替家的租金 聯絡到我們當附近的 雲琳鎮附近的 雅先生還有美燕溫暖小站 來開始召集全省的志工 來幫忙修建這個鐵皮屋 五六十名的志工 一天就把他完成了 我就交給那個 雅先生他們來處理 是 對啊 我坐在他們附近 從以前認識他 他們家就蠻困苦 只靠阿嬤一個人在修改衣服賺錢 所以有時候我家裡有多的米 我都會拿給他們 阿嬤也很好 有一些去剪的菜 自己新的菜都會拿給我 我覺得這樣子 他們至少說 他們的生活會比較改善一點 不然他們都經濟真的很差 看到家裡打打氣好 是沒有到媽媽的感動和感謝 阿嬤也給予民族 沒有人收到的物資已經有夠 不要再管不住 也非常感謝各界幫忙 記者定規主差不多